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年轻人带着梦想 就是存到两万美金的时候 我就放弃在加拿大的生活 我要回国去创业 但是就是这个市场给了我这个无限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当中 我能够自己通过自己的不限的努力 去证明给这个世界看说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做得更大 一轮又一轮 我一共经过了七轮的面试 所以在这之后 也是在上千个应试者当中 我成了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幸存者 也是一个获胜者 由此开始了我的电视声明 二二一 就是那还是这种镜头 你看 我连一个整体的这个产品 给我的整体的印象都没有 我看完这镜头 我都特别没有印象 也没干净 我刚去了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